小朋友在觸覺感冬 那方面比較弱 很怕接觸不同的物料 各位家長 你們好 我是Karen 今天繼續和大家講 Training Tools 系列 這是訓練系列 讓小朋友在游玩中 提升他們一些弱的項目 上次說過小朋友 有時在觸覺感冬 那方面比較弱 很怕接觸不同的物料 我們也介紹過一些玩具 今天介紹一個叫錦筒隧道 錦筒隧道 一般有些小朋友嚴重一點 就會限制治療師 在這種治療師 nada 但這種治療師很喜歡用的 因為有些小朋友 她們真的不想別人抱你的 但安全感很好 治療師會把小朋友叫他穿進去 他會整個進去包住他 包住他 第一他有安全感 最初他可能不喜歡 慢慢就喜歡 另外他也可以在裡面動來動去 幫助肌肉的發展 我們見到小朋友不喜歡 變成喜歡真的很開心 還有兩邊 一邊就像一個恐龍一樣 有些旗 為什麼會有兩邊 因為如果把它反轉的時候 這些旗都可以刺激他 這些是有不同物料 都是刺激他的感覺 我也介紹這個給大家玩 但不是太容易在家裡玩 不過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叫錦筒隧道 在家裡的眼睛 如果是小朋友 有些人可以看到 這個叫錦筒隧道 就像個小朋友 那樣子 就像個小朋友 那樣子 我會看到 那樣子 會不會